他在做第二季的時候呢 才領悟到角色要真的可以死掉 故事才會真實一點 就第一個畫面跟最後一個畫面 做連結的話就是爆爆成功的 歡迎來到88元的四十九角看電影 大家好我是John 奧數第二季完結困境上線 不知道大家看了沒 很多人看完之後呢 應該跟我一開始看完一樣就有超多的問題 他們到底怎麼了 是死掉了呢還是不見了呢 還是跑走了呢還是還是怎麼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先來做一個結局解析 解釋一下每個角色可能的去向 還有他們到底是神還是死 七到九集的分析影片我們之後慢慢的再上 OK嗎OK嗎 其實你們沒有選擇 因為我就是這樣拍 當然還是要給大家一個爆雷警告 還沒有看影集的朋友呢 先去看影集再來看我們的影片 不然會被爆雷喔 然後爆爆就會不開心 那在進入故事的結局之前呢 我們先討論一下漢莫丁格 因為他其實在比較早的時候就不見了 漢莫丁格在第七集跟艾克被傳送到了沒有海克斯科技的宇宙 最後他為了要把艾克送回到原本的宇宙 在接管子的時候消失了 所以漢莫丁格真的犧牲了嗎 對於這個問題呢 要回溯到漢莫丁格的種族 漢莫丁格是一個約德爾人 那在博文大帝上面呢 約德爾是一個非常非常神秘的種族 他們就是一群毛毛的小矮人 除了漢莫丁格之外 大家應該最熟悉的就是提摩嘛 阿木木啊 然後露露 崔斯塔納 還有維克斯 他們都是來自一個口袋宇宙叫做班德爾城的地方 那邊是一個充滿魔法的世界 據說是要透過一個神秘的傳送門才可以到達班德爾城 那雖然遊戲已經出了15週年了 但大家其實對於約德爾人還是抱持著一個非常神秘的感覺 那我們在維克斯的官方故事 苦難的意義中 它裡面有寫著 約德爾人是不會死的 就如果他們死掉 他們肉體沒的話 他們的靈魂還是會回到班德爾城重生 所以消失的漢莫丁格很有可能就是回到了班德爾城 又或者是他在接那個電線的時候呢 產生了另外一個一邊點的力量 然後把它傳送到另外一個宇宙 所以他應該還是活著 但你不覺得漢莫丁格的故事就結束在這裡真的很可惜 就感覺不夠多 他想看到他更多的發明或是他的武器 像在聯盟戰棋裡面 漢莫丁格真的超強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導彈怪 如果你把他身上裝了很多 真摩的道具的話 他的導彈是一直不停的發射 我每次玩的時候都這樣 你們知道現在聯盟戰棋 也有推出奧術限定的版本 追尋奧術嗎 我除了每天會玩英雄聯盟之外呢 睡前也一定會下級版聯盟戰棋 而且一定要前四名才會睡 因為他們有手機版 超級簡單就可以玩 躺在床上也可以玩 而且跟英雄聯盟是同一個用戶端 帳號都是互通的喔 聯盟戰棋是一款以 英雄聯盟角色為基礎的策略遊戲 每一局都有八名玩家 兩兩對決 每回合隨機抽牌 組合成自己想要的陣容 以這次奧術版本為例子 如果我們想要組成家人的羈絆 只要把菲爾雷特 豹豹 范德爾放在床上 就可以減少對面的傷害喔 增加到四隻 五隻 還會有不同的能力加強 除了家人之外 這次還有執法者 別火幫 黑玫瑰等等的羈絆可以組合 另外還可以幫每一個角色 搭配不同的武器裝備 選擇厲害的海克斯科技增幅裝置 變化超級多 如果你想要玩起來更有奧術的感覺的話 這次還有可愛的騎手可以購買 像是金克斯 菲埃 凱特林 艾克 另外比較特別的就是 連安妮都在裡面喔 這應該沒有爆雷吧 雖然他沒有出現在奧術裡面 但是他有表示自己是奧術的超大粉絲 所以頭髮也染成像奧術一樣很滑翹的顏色喔 再來棋盤造型還有福根酒吧 跟進步之橋的場景 福根酒吧超酷 玩到最後面會跟著劇情往下走 變成希爾科統治的黑暗風格 另外我最愛玩的英雄聯盟隨機單中 也有改變成了奧術的進步之橋場景 這次奧術第二季的造型超酷的 我們真的就像佐恩或是皮爾托弗的居民 然後在互相打鬥的感覺 跟動畫裡面一樣耶 另外奧術第二季的造型也超酷的 像是這一位浪人傑西 很像浪人版的美國隊長 好啦我們影片最後會下期給大家看 如果想要支持奧術 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朋友 手機拿起來下載TFT聯盟戰棋玩玩看吧 那我們回到影片 那下一位就是安比薩 在影劫最後我們看到安比薩 帶著諾克薩斯的軍隊 裡面還有被維克特進化的生化人 他們開始進攻皮爾托弗 想要讓維克特吸收海克斯飛門的能量 這樣子就可以進化所有人 皮爾托弗跟佐恩的聯盟軍 打不過厲害的戰士跟生化人 當安比薩要麥迪殺掉凱特林的時候 美爾突然出現救了凱特林 還使用了黑玫瑰的力量 讓勒布朗在結界中吸收安比薩 你的女兒比你更聰明 我敬禮你 安比薩斯 雖然美爾後來有把媽媽救回到原本的世界 但安比薩到最後看起來是掛了 至少他又完成他最後的心願 他又把女兒培養成狼 讓女兒可以繼承家業跟抵抗黑玫瑰 你真是鬼 那我是覺得安比薩的死還好 沒有到非常的難過 畢竟他是11月剛出的新英雄 還沒有玩太多次還沒有太多感情 但真的是死透透了嗎 會這麼問的是因為 讓玩家在英雄聯盟遊戲裡面選擇一個 知道已經死掉的角色的確是怪怪的 我自己是覺得死掉了 加上共創人 Christian Link在訪問中有提到 他在做第二季的時候呢 才領悟到角色要真的可以死掉 故事才會真實一點 所以他這樣說的時候我覺得應該是沒了 所以我們玩的安比薩應該是另外一個宇宙的他 再來傑西跟維克特還活著嗎 我們要結束了 那到了最後的大戰 傑西打不過榮光進化後的維克特 維克特把所有人抓到他的榮光領域中 準備要進化所有的人 但艾克跟傑西沒有被進化線給綁住 我們一開始以為是因為他們兩個都有進去過變一點 所以身上的構造可能有些改變 但回去仔細重看的時候發現 其他人是因為不注意或者是被生化人給抓住 所以才會被線給連結上 像吉英科斯跟菲哀都是被狼人抓住 才被強迫連結的 再來我們看到艾克衝上去 試著用他的大招計時開始 不停回到4秒前試著要改變結局 那這個設定超酷 因為遊戲裡面他的大招就是回到4秒前 唯一不一樣的事情是他沒有CD 他可以一直用 最後艾克選擇要打破極限 回到更久之前 然後把他的共振驅動自己 直接丟向維克特 發生讓維克特沒有辦法預判的大爆炸 然後那個爆炸就把維克特的人性給炸了出來 這個時候傑西跑過去給他一個擁抱 讓維克特知道真相 就是傑西在另外一個宇宙看到的神秘斗篷法師 原來就是未來的維克特 那這一位末日維克特 其實是成功做到了最終的榮光驚化 但發現當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一切都完美之後 留下的只有孤單 所以那個時候他很後悔 才會穿越時空回到過去 給年輕的傑西符文 讓傑西對奧術產生興趣 之後他就會找上維克特 希望在每個宇宙裡面 傑西都可以去阻止他的維克特 不要走上一樣的路 我們真的猜對 我那時候在碎唸的時候真的猜對 我一直都覺得 傑西小時候碰到那個神秘法師 應該就是維克特 我還是覺得是維克特 他可能是回到過去 然後把那個海克斯科技的寶石給他 所以他會有一個輪迴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幕有出現很多不同的符文 至少七種符文以上 這其實代表末日維克特 有找了很多很多的小傑西 試著要去拯救那些宇宙 但我們不知道那些宇宙到底怎麼了 只知道這個宇宙的傑西 拿到的是這個符文 這個是加速符文的海克斯水晶 我們推測 這其實就是代表 在這一個我們看的主宇宙 當維克特跟傑西在開發 海克斯科技的時候 最根本的原理應該都是用到的這個加速符文 那會特別提到這個呢 是因為有另外一個小小的細節 發現在第七集的時候 當艾克跑到另外一個宇宙 想要重新做出變異點時 他有解釋 他把傑西的加速符文反過來使用 做出了共振驅動Z 所以當艾克最後把共振驅動Z 丟過去攻擊維克特的時候 應該就是因為 反向的加速符文碰上了正向的加速符文 兩個效果抵消了 才會打破維克特進化的頭 這是一個理論 因為就取消掉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共振驅動Z 打到的地方 會回到過去 所以他那時候就K到他的頭 所以他的頭就回到過去 然後就變到進化前的樣子 對所以臉才會露出來 Cookie 好那我們回到傑西跟維克特 維克特看到傑西跟末日維克特記憶後 才知道原來自己錯了 其實我覺得傑西 最後分享的那句話真的很值得探討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呢 很適合獻給有完美主義的各位 當我們全部都太完美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性 然後大家都一樣 反而會更孤獨 就是因為有缺陷才會注意到他的 又值得欣賞的地方 所以缺陷是好的 我覺得這句話超讚 有任何優勢 有任何優勢 只有一個結尾 維克特知道真相之後 想要一個人結束這個影集 但傑西不准 對因為他也是主角 我們一起結束了 傑西取出自己首碗上的加速符文 跟維克特一起回收了所有在這個世界上面 因為海克斯科技產生出來的奧數能量 兩個人就被吸到這個加速水晶裡面了 那就來到最重要的問題 他們還活著嗎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是這樣子被吸進去 應該還是活著吧 因為如果是海克斯科技所造成的大爆炸 安比薩找到的那個科學家 他是直接被射到牆上 然後還留下印子 傑西跟維克特不是被射出去 他們是被吸進去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跑到另外一個世界 像靈界之類的 我自己是覺得他們蠻糊子 會不會跑去看莫丁哥 說不定 有可能就是陰錯陽差就跑到班德爾城 那超酷 那他如果變成一個小短片 就是維克特跟傑西在班德爾城 跟一群孩子玩 嘶 The Brambleback has left the jungle 那傑西跟狼人 范德爾還活著嗎 另一邊 脫離維克特控制的狼人 再度失控 攻擊非愛 為了舊姐姐 傑西犧牲掉了自己 掉進了海克斯飛門 引爆炸彈之後就消失了 Always with he says 當然乍看之下就是覺得 喔他應該在犧牲了自己 但是 我們這幾天看了超多網友的分析 我覺得 我完全被說服了 他還活著 快速的答案是 他還活著 比較長的答案就是 其實有很多個小地方都在暗示他還活著 首先是爆炸前的一條粉紫色的光 金克斯被辛吉德打了微光之後 除了眼睛有變色之外 體能也有上升 也就是為什麼他可以高速移動 躲開狼人的攻擊 而且在這一集 當他要救非愛的時候 他也是直接瞬間移動 把狼人給撞開 然後每一次他在做這種高速移動的時候 他的眼睛都會有那個粉紫色的線 這樣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爆炸前 如果暫停在這一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有一條粉紫色的線 往旁邊直接射出去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掉下去 跟爸爸道別之後 他把炸彈給他自己跑走 可是他就不見了啊 對 這有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當凱特林拿著 吉英克斯的炸彈碎片 然後在研究他們家族 吉拉曼恩的檔案時 我沒有看到那個海克斯飛門的設計圖 下面兩旁都有通風道跟冷卻系統 接著凱特林露出了一個笑容 那他拿著吉英克斯的炸彈呢 這應該是呼應第二季第一集 他說他非常瞭解吉英克斯做的武器 -你正確 -它是他 -我會認識它 -所以他的確是在找吉英克斯沒錯 那就帶到下一個吉英克斯可能還活著的暗示 當飛艾跟凱特林講完話之後呢 畫面就帶到了一艘飛船飛過的畫面 飛船飛的方向是往海的方向走 然後閃過了吉英克斯風格的塗鴉 寫著The End 飛船的話其實應該是在呼應 第一季的第一集 最一開始 爆爆站在屋頂上面 對著這艘飛船講的那句話 -一天 -我會坐在那裡 -所以非常有可能 就第一個畫面跟最後一個畫面做連結的話 就是爆爆成功的跑到那個飛船上面 然後他走 塗鴉會出現呢 就好像吉英克斯自己在說 -故事講完啦 -拜拜 那可能就有人說 -為什麼他不告而別 -為什麼他就這樣子跑走 -他活著 -他不是跟他這集的感情很好的嗎 -為什麼 -他還是選擇要加死然後走掉 -那對於這個問題呢 -就當吉英克斯還關在牢裡的時候 -他不是有想像希爾科出現嗎 -然後那個時候希爾科就一直在說 -殺來殺去就是一個循環 -就只會一直殺殺殺殺殺殺殺 -那你想要脫離這個循環呢 -你就必須離開 -陳克斯 -我認為你遇到世界去逃走 -所以吉英克斯其實是聽了希爾科的話 -他就選擇離開 -這樣子就不會再殺來殺去 -他就真的選擇離開 -然後這樣子他愛的人 -他的家人 -都可以可以好好的活著 -好那當然最後還有一個暗示 -吉英克斯可能還活著 -就是在官方推出的訪問裡面 -配音員Ella也有說 -是Jinx -其實死了 -我們不知道 -誰知道 -你可能 -我們會把這個解釋放開 -所以我們覺得還是活著 -結論 -真的是很長的結論 -超長的結論 -我要利用愛蝌蚪回到10分鐘期 -好啦那不確定死掉的人差不多就到這裡 -然後再來呢就是那些還活著的人跟最後的結局 -大戰的最後呢我們看到上層跟下層的人集合在一起 -他們把紙丟到一個大盆子裡面燒掉 -我們推測的那些紙上面應該都是犧牲的人的名字 -或者是他們想要跟那些人說的話 -坐在屋頂上面的艾克也燒了一張紙 -除了可能是給他的同伴之外呢 -我覺得這應該是想要紀念這個宇宙的吉英克斯 -或者是他還在想著另外一個宇宙他跟爆爆的戀情 -可能原本可能他們兩個可以在一起 -其實還蠻難過的 -反正這一段在第七集裡面其實有演到蠻多的 -我們到時候再講 -接著我們看到戒嚴時代結束 -皮爾托弗再度回復到議會制度 -那我們有看到下層的Savika也成為了議會的代表 -總共7位 -那在這裡我們沒有看到凱特林跟梅爾 -當然因為梅爾已經走了嘛 -凱特林的話呢我們猜他應該就變成執法者了 -所以就他就不是一個議員了 -那我覺得這個影集裡面真正 -好的結局呢 -可能真的就是凱特林跟菲埃 -他們兩個就是看起來非常甜蜜然後在一起 -我就是你的垂底下的咖啡蛋 -無法清理我 -在官方的小說故事裡面也有提到 -凱特林跟菲埃一直都是皮爾托弗的執法官跟最好的搭檔 -後面也經歷了一些有趣的冒險故事 -所以非常期待有可能之後還有機會再看到他 -應該吧 希望不確定 -接著我們看到梅爾坐在媽媽安比薩戰艦裡面 -穿著紅黑色的盔甲摸著媽媽的面具 -下一幕就是一堆諾克薩斯的戰艦航行在海中 -應該就是代表梅爾願意回去繼承媽媽的家業吧 -或者是打算要回諾克薩斯去抵抗黑玫瑰 -畢竟一開始媽媽會來到皮爾托弗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想要去找那個海克斯科技的武器 -目的就是為了要打敗黑玫瑰 -那現在海克斯科技沒了 -但是他有更好的東西就是梅爾本人 -因為梅爾的力量覺醒然後他知道他自己的力量是可以打敗黑玫瑰的 -所以他現在很有可能就是帶著這個力量回去 -要去抵抗黑玫瑰 -當然最後還有兩個彩蛋星角色 -有玩遊戲的朋友應該很快就可以認出來 -那一隻三眼烏鴉有可能是六眼烏鴉 -因為我們只看到一遍 -非常高機率就是在暗示斯溫 -但我們還是要有所保留 -不能完全100%確定這是斯溫 -因為時間線的問題 -但這個等一下再來解釋 -我們先來介紹斯溫到底是誰 -傑里科斯溫 -Jericho Swain -原本是諾克薩斯的貴族 -一開始他們的家族也受到了黑玫瑰的控制 -但被斯溫給發現了 -自行處決了被控制的父母 -還有勒布朗的替身 -這是因為勒布朗可以變出很多假人 -他不會真的死掉 -但這些人都不知道 -斯溫很果斷的作風 -得到了國王達克威爾的信任 -提拔他成為諾克薩斯的總帥 -但勒布朗的假死 -反而讓他更容易的在暗地裡控制國王 -他讓國王盲目的去追求藏身不老 -還跟很多的地區發動無意義的戰爭 -在他們攻打愛歐尼亞的一場戰爭中 -斯溫被自己的人給陷害 -失去了他的左手 -這個時候他就發現了惡魔老母的力量 -等一下英文叫做Rum -成功的回到諾克薩斯之後 -斯溫開始認真地研究老母 -並且成功地征服老母 -變成斯溫的力量 -這個惡魔老母就是以三眼烏鴉的形式出現 -可以利用烏鴉們去收集情報監視他人 -這其實超像權力遊戲 -裡面就有一個可以利用烏鴉去監視其他人的三眼烏鴉 -對他就叫三眼烏鴉 -所以很有可能英秀聯盟設計師那個時候 -就是在看權力遊戲的時候 -欸我把他設計出來 -斯溫控制好老母之後 -他就發動叛變 -成功地推翻了昏軍達克威爾 -接著他建立了新的政策 -成立了三頭政權 -分別是代表遠見的斯溫 -代表力量的達瑞斯 -代表狡猾的無連者 -其實無連者也是黑玫瑰的成員之一 -斯溫建立這個政權的意義呢 -就是很怕自己哪一天被老母給控制 -至少還有其他的力量可以來管理諾克薩斯 -就不想要當麻寶 -然後我們回到影集 -那我最愛的美國英雄聯盟YouTuber -Nekrit他超酷 -他上禮拜有跟奧蘇的創作人 -Christian Link聊了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喔 -他們聊到超多有趣的東西 -有機會我再一個一個分享給大家聽 -那對於烏鴉這一幕呢 -Christian Link有說 -不確定這隻烏鴉是在暗示斯溫 -還是達瑞文達瑞斯兄弟 -那隻烏鴉其實只是代表有諾克薩斯的人 -在觀察皮爾托弗發生的事情 -接著呢 -就是討論到時間點 -因為Nekrit有說 -欸斯溫在這個時間點應該還在Ionia -還沒有回到諾克薩斯 -意思就是說 -他應該還沒有拿到烏鴉的力量才對 -然後Chris的回答就是 -我們無法真的確定 -最後這一幕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保守的回應 -我猜是因為 -畢竟奧書變成了官方故事的證實 -所以有很多東西 -接著應該都會慢慢的被改掉 -他沒有辦法去回答這個問題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 -時間線他們還沒有真的確定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安排 -他們還沒有真的確定 -他們只知道皮爾托弗發生奧索這個事件 -其他地方呢都還沒有設定好 -所以他沒有辦法給一個完整的答案 -一直就說故事可能又要再改了 -反正接下來又演到什麼 -他們應該都還沒有設定好幾年後再知道 -但是有玩遊戲的朋友呢 -是不用等那麼久 -因為在2025年第一賽季 -諾克薩斯即將是這一季的主題 -他們會把趙萬峽谷變成諾克薩斯的樣子 -還加入了很多故事元素 -所以很期待2025年的1月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會知道更多諾克薩斯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設定很酷 -因為他沒有辦法動畫出那麼快 -所以他會把遊戲設定變成 -每一季都在介紹一個地區 -然後你會認識這個地區 -然後下一季再認識下一個地區 -再認識下一個地區 -一直到下一個動畫出現 -然後那個時候你對這個世界會比較明瞭一點 -當然不理解的話沒關係還是有我們 -耶 -那才到影節最後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新角色出現 -那就是辛吉德的女兒奧莉安娜復活囉 -有玩遊戲的朋友會知道奧莉安娜就是遊戲中的發條球女 -上一季就有暗示她會出現 -這一季基本上就是直接跟我們說 -辛吉德的女兒就是奧莉安娜 -那我們猜辛吉德是用了狼人的血來救維克特的時候 -拜託維克特幫忙復活他女兒的吧 -也是為什麼奧莉安娜後來看起來 -其實有一點像被維克特進化後的人類的樣子 -但這一位應該是克制化過的 -所以奧莉安娜才沒有被維克特大規模的心靈控制 -他的外表看起來真的跟遊戲設定很像 -而且原本的背景故事就有提到 -他變成了一個沒有人性的機器人 -也非常符合維克特進化人們最後的樣子 -都是一些沒有人性的神話人 -所以基本上就是符合遊戲的設定 -但不確定之後會不會再有機會看到他 -我覺得是會有 -他有可能就是復活之後他就開始到處遊走 -希望是幫助人嗎 -因為原本故事裡面的奧莉安娜 -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善良喜歡幫助人的人 -應該是有機會再看到他 -那當然還是要跟大家講沒有第三季 -奧樹沒了奧樹沒了 -之後還是會有其他的故事 -所以奧樹結束後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奧樹的創作者Question Link在接受Collider訪問的時候有說 -我們目前正在開發一系列的後續項目 -實際上奧樹一直都被認為是第一部 -現在我們正在進行後續的項目 -開始觀察在這個世界中的其他角色還有地區 -那剛剛有提到的那個他跟Nekrit的訪問裡面他有說 -接下來故事呢應該會發生在諾克薩斯 -而且下一個計畫已經開發一年了唷 -因為奧樹第一季其實花了他們五年多嘛 -第二季花了三年 -所以如果以第二季的速度來講的話 -他們已經動工一年了 -希望我們兩年後有機會可以看到下一部作品 -之前我分享過一部就是 -他原本在做奧樹的時候 -其實只有15個人在做奧樹 -然後後來到300人 -第二季的時候就到400人了 -那希望下一個作品如果到1000人的話 -說不定就可以兩年就可以看到一個作品 -我覺得這大家應該會買單吧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2025年第一季將會是諾克薩斯嗎 -那根據Christian Link分享的 -之後會到Ionia跟蒂馬西亞 -我們推測明年第二季跟第三季 -應該就會到這兩個地區 -作為他們的心靈主題 -我剛剛有說Nekrit他不是有訪問兩個多小時嗎 -裡面有說了一些很酷的小細節 -那其中一個呢 -因為我上次有看有一個人留言說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提到虛空啊幹嘛的 -那是因為虛空在這個符文大帝上面是一個很巨大的角色 -算是最大的反派 -因為他是會把整個世界給吞沒掉的一個黑勢力 -虛空其實影響超大 -像枝高戰士變成明顯族 -也是因為他們跟虛空然後打過 -虛空把他們整個腐化掉 -他們就封掉然後就變成明顯族 -所以虛空的勢力是很大 -那弗雷爾卓德賓那邊的也是在封印虛空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是因為我們之前有猜 -海克斯科技裡面 -傑西看到的東西跟虛空有關 -當然後來知道他只是穿越到另外一個宇宙 -然後看到了很多畫面 -但是 -就是Question Link有說 -你不要覺得這個影集裡面沒有虛空 -其實是有 -因為海克斯科技跟虛空是有關聯的 -但他不會講什麼 -以後才會知道 -然後 -就他有說 -他覺得 -傑西跟維克特的故事說的太少了 -如果可以時間再更多一點的話 -他想要把他們故事再弄得完整一點 -會更感動 -然後很多人都想說 -欸那他們兩個是一對嗎 -他們兩個是不是有那個傑西克特之類的 -就是他們一起握著一根東西這樣 -沒有 -創作人說沒有 -他說 -其實一開始在做奧書的時候 -傑西跟維克特反而是他們第一對 -非常有感情的兩個角色 -那個感情比較是兄弟跟家人跟好朋友的情感 -革命情感 -不是浪漫不是愛情的那種 -那非愛跟凱特林那個絕對不可能 -只是讓個朋友的愛 -他有說你知道那一幕就是凱特林跟 -非愛的激情的那一幕 -其實畫面會更多 -因為很多國家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限制 -對 -然後同情人不是在全世界都OK -所以很多地方都禁止 -多餘的那些畫面 -他說現在是在 -因為那個動畫 -動畫其實是法國的嘛 -所以 -他說現在應該在法國的某個硬碟裡面 -還有他們激情的更多更長的畫面 -家常版 -所以要不能公布 -不能公布 -我不在乎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最後我們來問一個問題 -就大家不覺得很奇怪 -如果維克特不回到過去 -給傑西那個海克斯水晶的話 -是不是世界就比較不會被毀滅了呢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平行宇宙就是 -就是爆爆把水晶全部都藏起來之後 -那個世界過得很和平啊 -一切都很好 -所以就代表著 -如果那個世界沒有海克斯水晶的話 -是不是就會沒事呢 -你怎麼看 -歡迎留言以及討論 -那希望我們八百英九師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按讚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來我們今天要來試一場聯盟戰棋 -今天我想要挑戰一下家人的幾番 -因為我剛看完奧書 -想要試試看奧書裡面的角色 -在這個上面會很強 -雖然說裡面都是奧書的角色 -但是我想要用 -我想要用家人的 -預期時間是三分鐘 -代表現在台灣人都很認真的上班 -全部人都認真的 -我們現在下午五點鐘 -喔喔開始 -想說 -現在是五點半的時候 -應該很多人都在上班 -來我們來 -把這些 -有PSG的人 -小娜娜子姐姐 -天啊 -麻痺小修很開心 -一開始其實就只是讓你 -先暖暖身 -打一打地圖上的小河蟹 -就這樣 -一到三場都是這樣 -然後到第四場開始就是打玩家 -所以一開始你就會 -稍微可以感受一下你的牌是什麼 -我這場想要做家人的幾番 -可是我一直拿到 -我現在拿到諾克薩斯的那個征服者們 -三個征服裝置 -它會改變你整個遊戲的一些東西 -我想想看 -什麼意思 -美 和 回 和 自由 -那什麼意思 -那算沒有 -沒有時間 -超不熟這些的 -那閱讀障礙怎麼辦 -我剛剛就閱讀障礙啊 -欸有來了 -那個家族 -我想要做的 -我剛剛想要做的 -我要挑戰家族 -然後家族就來 -反正這個遊戲 -基本上就是 -它是自動走位的那種戰績 -你可以想像你在打麻將 -然後你 -你其實只是要湊你的牌 -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那個牌自己會上前去打人 -然後如果你的牌比較好的話就會贏 -我的家人都還沒出現 -只出現兩個小妹妹 -菲爾雷特跟暴皇 -我需要犯的 -那我們就會把家人揪上去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來看看家人的力量 -算是都是異性的 -但又可能家人沒有力量 -哇 -我一直都沒有打死 -你看我剛剛就直接被打了那麼多分 -上面其實 -這邊 -有跟你講你現在在第幾關 -某些時候它會讓你有機會可以抽牌 -有些時候會用政府裝置 -那現在抽牌的話呢 -我要抽誰啊 -沒有反了 -沒有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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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我抽得最貴啊 -天啊 -我剛才不會說要用家人集辦 -結果到最後只有這個人 -這邊你其實可以花錢購買經驗 -然後就可以升級 -每一個等級會增加你隊伍 -多一個人口 -所以現在我現在最多是四個 -我四級就四個 -五級就是可以放五個角色上去 -六級就六個 -差不多是這樣 -但它最高只有十個 -如果可以忍受比較痛苦的 -開始的話 -累積你的被動收入是很重要的 -像我現在是比較痛苦的開始 -促身不好 -所以要不想努力一點 -好那後面有些物品 -我其實是可以放的 -如果你不知道放什麼物品的話 -就像我現在已經不確定誰適合什麼了 -所以我可以看這個東西 -然後 -它其實都會教你怎麼合成 -我們只需要努力拿到五十塊 -之後的錢就可以隨便你花 -你看現在我就可以購買今天對不對 -欸你看 -六個人 -然後增加了武器之後 -欸我可以打贏了 -那你要看對方 -你看對方剛剛這個人 -他花了很多錢 -他完全沒有利息 -對 -左邊這一排跟右邊這一排 -有差別就是 -你每一個都是十塊錢 -所以我有五個 -小安全帽就是 -五十塊 -他那邊什麼都沒有 -又來了一個征服者 -等一下 -征服者來了 -我們現在有四個征服者 -然後征服者呢 -就是我們右邊這邊有個小奇蹟 -你看到這邊十分 -然後三十五分 -所以 -他每一回合 -征服者就會累積幾點的征服力 -所以他征服了多少東西 -我剛剛很開心以為我在贏 -結果現在又在輸 -沒關係 -來給我披薩 -啊披薩 -啊披薩 -安比薩 -我拿到了安比薩 -為什麼要拿安比薩呢 -因為他是 -諾克薩斯的人 -是我羈絆裡面需要的人 -我忘記 -我不是說我要玩家族嗎 -就一直都沒有飯的人 -啊哈哈 -我終於找到一些給我弱的人 -我現在要湊征服者跟 -當然如果有家族就家族 -然後 -我看一下喔 -誰比家強 -你直接玩越多你會越知道你現在要幹嘛 -像我現在就完全不知道我要幹嘛 -就知道我其實沒有玩很多 -但只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來體驗一下 -你看這有超多澳洲的角色欸 -連死迷奇都有 -失迷奇 -我把包包買 -喔 -開箱了開箱了 -我們把包包真的超級不需要 -再見包包 -你要變成誰啊 哇 可怕的奧術出來了 獲得最多一百暴擊率耶 天啊 等一下 怎麼辦 到底要不要 好啦 你知道有的時候人生就是這樣來什麼你就只能接受 因為再看下去呢 我之前有經驗我有十塊錢我就花十塊錢 所以沒關係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他給我一頓我就做什麼 然後現在觀眾就說好笨 剛剛不是的 沒有關係 出來了 翻曲弓 耶 兩個龜塑 然後 暴擊率如果有100%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 安比薩你適合什麼 欸 等一下 為什麼 你會把我達威斯跟著講什麼 好啦 達威斯你想要什麼來說 好 你想要吸血 我等一下給你吸血 最高等級就是十級 十級之後其實 你也不能再升級 所以像我現在我其實就已經在考慮我要把所有的錢都花掉 欸 我已經錢三名了 前三名了 好 我們可以結束這個直播 我可以結束這個錄影了 我已經錢三名了 遇上那種錢耶 接納 好 莫名其妙你看 我又贏不了 我要輸了嗎 八滴血 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看 其實你知道在這種時候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有一個三星的五廢怪 三星五廢怪出現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GG 很大的GG 加油 過了 過了 有機會嗎 然後這應該是最後一場 那我剛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 漢魔兵者從左邊拉到右邊 那我們現在要看看 左邊拉到右邊 有可能一點 但也是有可能有用 因為現在看起來 我們正在贏 喔 贏了 所以 有時候就是要把他從左邊拉到右邊去 就可以第一名 好啦好啦 隨便玩就第一名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贏 因為我沒有玩到我們家族的群伴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 范德爾 真的從頭到尾都沒看到他 就第一名了 希望大家對這個遊戲會很有興趣 因為這個遊戲真的超好玩的 我晚上會玩到這個 玩到四點都睡不著覺 然後我昨天做夢都夢到三七 我在夢裡一旦就這樣 呃 呃 蟲蟲 蟲蟲 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 暫期還有一個現實模式 就是每一次他出一個星際 就是有一些新的角色跟新的玩法出現的時候呢 你其實是可以去打電腦的 那打電腦的話就會 他這一次叫什麼 滴達克的試煉 他就是 你不用跟大家一起 而且你會有很多時間 就你每一回合是你自己選擇 我們自己選擇什麼時候要開始 他不會有那個時間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樂的抽 然後安排去打個電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開始 然後開始打完一場以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說 好我現在要去看奧數第九集 然後看完哭一哭 然後再回來再開始下一場 也可以 不是下一場是 下一個回合 對就是拖超久 然後沒有什麼壓力可以做你自己的研究 你可以做自己的排練 我晚上其實都在玩這個 因為我覺得跟人家玩 好玩是好玩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很新 然後不太確定哪一些羈絆 可以做上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很適合 滴達克的試煉 因為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試煉 好啦 那今天給大家示範TFT 聯盟戰集 如果喜歡的朋友呢 你在手機上也可以玩 在iPad上面也可以玩 在電腦上面也可以玩 工作的時候 偷偷的話也可以玩 建議不要玩 如果你真的要在工作上面玩的話 就是用 滴達克的試煉 因為你可以玩到一回合 然後就去工作 然後在大便的時候再開始 這樣子 好啦 那這樣 接著說拜託 就是你挑個Sherry那隻話筒 該是甜蜜 給你猜到Fancy 把超清晰 可果動馬冷知識 永遠不再缺席 熱心裡的魔法滿味的英雄 每天一天都讓你看得心動 小米包在旁邊跟著我們 你可以看得心動